大家好,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在亚马逊上面退货 首先你得买个高级会员,大概是17块钱一块钱 然后选择你要的东西,你要退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 点replacement return,然后这边有个理由,找适合你的理由 然后点进去,然后再点适合你的理由 哪里不喜欢,我选的是不需要,这边随便打,也可以打你的诉求 然后这边呢,它可能会有一个使用说明的指导 就来帮助你怎么解决这个你遇到的问题 如果你真心想退,就选别的 下面是退到你的亚马逊账户和银行卡,我选择退到我的银行卡 然后这边它退货分为好几个点,有一个亚马逊账户 这个一般很少,只有中兴去有 然后呢,第二个这个东西好像是采出来的stable gel buff 第三个是UPS store gel buff 这个类似于国内的一达三通 UPS 这个网点比较多,一般我都会用UPS store 一家境很方便,以前做耳关也是UPS,用的比较多 然后下面还有付钱的选项 就是七块钱和八块钱,八块钱是上门取 七块钱,你自己准备了盒子和打印好标签,还要再说七块 就不太合理 所以说有高级会员才能享受上面三个3个3的服务 这个还是平直的 然后我选择UPS store gel buff 就是drop off,就是这个去放,pickup是起 然后从UPS store里面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它会出来个二维码 你到时候到店里面直接扫二维码就OK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说明 然后我们拿上这玩意儿,出发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UPS 进去 怎么样去UPS呢?就开车来过来打开门 然后进来排队 这边可以吃东西 对 对 谢谢 然后排队 刷过完以后东西上来 对 对 谢谢 谢谢 完成 只需要几秒钟 对